可爱萌娃开心合照 苏格兰中部英佛克莱德一间小学 下周将迎接15对双胞胎新生 其中13对提前相见欢 15对双胞胎同时进入这间小学 仅次于2015年19对的纪录 穿西装 打领带 发型还特别塞 每队都有父母精心打扮 超级上相 再过几天就要开始上学 有人似乎不太开心 不过大部分小朋友兴奋地蹦蹦跳跳 相当期待学校生活 苏格兰有双胞胎大集合 而在西非国家玛丽一位妈妈今年5月生了9胞胎 最近接受媒体访问 净况曝光 平安产下五位女儿和四位儿子 妈妈感谢说不完 养9胞胎可不简单 除了天天用掉100片尿布 每两小时喂一次奶 一天就消耗6公升配方奶 过去三个月照顾婴儿开销超过100万英镑 将近4000万台币 不过这位妈妈说 9胞胎是上天的礼物 不论多少困难都会努力克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